各位好,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9年3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2月2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新西兰全国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天,奥克兰将会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 气温是稍有下降,在17到23度之间 首都惠灵顿明天是晴朗天气 气温同样也是有所下降 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13度 汉米尔顿明天小雨转阴天 最高温度有22度,最低温只有14度 塔朗加明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17到23度 基督城明天是多云天气,气温是在10到17度之间 华后镇明天是晴朗天气,最高温度19度 最低温只有6度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今天上午的最新消息 全副武装的警察封锁了基督城Richerman的一处街道 根据了解这和一辆停放在路边的可疑车辆有关 一位当地的居民就表示 今天凌晨3点半和4点45分 先后听到两声类似枪响的声音 当这位居民跑到门口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的时候 是被四位全副武装的警察告诫 待在家里不要出来 那么警方稍后还打电话给他,让他不要出门 今天中午呢,警方是公布了最新的消息 根据通报,警方昨天接报并且是获得了对一处民宅的搜查令 警方在这个住宅发现了数只枪械 那么今天凌晨12点半的时候呢 警方在基督城Richerman的一处街道发现了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一辆车 警方谈判小组和车主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谈判 警用直升机和全副武装的军警赶到现场支援 凌晨3点40分,警官试图是靠近这个车的时候呢 发现啊,有一位50多岁的男子身受重伤倒在了车里 根据了解,这位男子受的是刀伤 警方在车里呢,也发现了一把刀 虽然急救人员全力抢救,这位男子还是当场不治身亡 警方的防暴小组随后也赶到了现场 对这辆车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最终认为车辆是安全的 车中呢,也没有发现其他的武器 警察总长Mike Bush随后时发布 警方将对此案进行最高等级的全面调查 以判断该男子是否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那么现阶段呢,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事件 和3月15号发生的基督城恐怖袭击案有关 但警方表示将继续进行调查 基督城恐怖袭击案造成了50名 无辜的穆斯林平民的死亡 然而新西兰在恐袭案后展现出的关怀和包容 反而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新西兰感兴趣 新西兰移民局最新的数据显示 基督城恐袭案后 国际社会对新西兰的关注持续上升 在恐袭案发生的10天之内 全球有6000多人在新西兰移民局的网上进行了注册 表达了对新西兰的兴趣 而此前10天的时间当中只有4000多人 同比上升了50% 美国仍然是对新西兰最有兴趣的国家 注册人数从674人上升到了1165人 更加引人注意的是 传统穆斯林国家居民对新西兰的兴趣大增 来自巴基斯坦的注册人数从65人上升到了333人 猛增了512% 而来自马来西亚的注册人数 也是从67人上升到了165人 不过新西兰移民局的市场经理Greg就表示 仅仅注册表示对新西兰的兴趣 并不等于要提出签证的申请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 根据CNN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通知国会 已批准拨款10亿美元 在美墨边境建墙 此举是立即遭到了民主党议员的反对 今年2月的时候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以筹集数十亿美元用于建墙 作为紧急状态的一部分 它只使用反毒品资金 来部分来资助边境墙的建设 福克斯新闻报道 这笔钱将在美墨边境 建起长大概是57英里 也就是大约是91.7公里 高18英尺的边境墙 好 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是裴寒 再会 各位的收听